她都那样了 人家要离婚 你还不让人心情舒畅一下 孩子六个月了 六个月 对孩子最好的是什么 心情舒畅 对 都得顺着你 对 你说咋地就咋地 只要你高兴 不离婚吗 必须得离啊 这玩意你一天不离 她一天会就让你不放 让你蹲那是好的 不让你睡觉 不让你吃 而且她心里看着你还烦 这个是对胎儿是最不好 妻子怀孕后便作惊 妻子婆婆虐待丈夫 得知丈夫在情敌面前抱怨两句 就跑上节目闹离婚 怀孕六个月的孩子 说不要就不要 要求丈夫尽身除苦 现场导师听后 却纷纷支持她离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乔跟小鱼是在游戏里相识 小鱼见小乔 憨厚老实 对她百依百顺 婆婆对她也颇为照顾 便答应跟小乔结婚 到现在已有三年多了 本来啊 这日子过得还不错 夫妻恩爱 婆媳友好 而她也怀上了爱情的结晶 可就在前不久 怀孕六个月的她发现 丈夫对她不忠 就在我怀孕期间 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她简直就是不可理悦 所以现在我就想离婚 孩子我也不想要了 小鱼解释到 在她没跟小乔结婚之前 是先在游戏里 网恋结婚 这中间有个女生 一直插在中间挑玻璃剑 害得她经常跟小乔 闹误会吵架 后来她为了小乔 便跟这个女生闹僵了 小乔也为此删掉了 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本来这件陈年旧事 已经过了好些年 早该翻篇了 可就在前不久 她发现小乔又在游戏里 跟那个女生联系上了 还在那个女生面前卖惨 小乔解释到 这些都是误会 当时就是她朋友 把她拉进了游戏群 这个群里 恰好有那个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 主动加了她 寒暄地问了一下近况 她这才诉苦 说自己媳妇怀孕了 脾气不太好 日子过得有点难熬罢了 除了这些 她别的什么也没说 而且说的这些 也是实情啊 小乔确实在怀孕后 性情变了不少 不仅对她百般嫌弃 对婆婆的态度也变了 就比方说 之前为了照顾怀孕的小乔 她放下工作 专门在家伺候 可是小乔却看她不顺眼 嫌她笨手笨脚的 照顾得不周到 于是她就把她母亲请过来 帮忙在家照顾小乔 自己出去挣钱养家 可小乔却嫌母亲做的饭不好吃 太油太腻不合胃口 后来更是不分场合的发脾气 当着母亲的面 掐她打她 小乔解释道 这之前小乔对她母亲一直特别孝顺 跟现在判若两人 所以她母亲一时间承受不了这一落差 后来她把有心脏病的母亲忍出病来 就把母亲送老家 自己辞掉工作照料小乔 可小乔真是太难伺候了 随着月份越来越大 要求也越来越多 开始是要同步饮食 小乔吃啥他吃啥 小乔不能吃的他也不能吃 后来就要同步厕所 小乔怀孕之后容易半夜憋悯 每次蹲坐都得四五十分钟 这蹲时间长了肯定遭罪呀 就要求她在一旁蹲着 小乔坦言道 虽说自己过得有些遭罪 但他知道比起小鱼 他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所以他向来都是逆来顺受 小鱼说什么他做什么 从未有过半分违抗 而他之前 他跟那个女生诉苦 也只是想发泄一下抱怨两句 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他爱的只有小鱼一人 所以他希望小鱼能原谅他 不要跟他离婚 但小鱼却不愿意 表示他今天来 就是让各位导师劝小乔 跟他办离婚手续 这婚怎么离啊 房子是你买的 对 房子怎么分 我的名字 那就是车呢 我的名字 存款呢 我的卡里 就他净身走就行了是吧 对 小小解释到 这些是他们结婚前商量好的 为了给小鱼一个物质保障 他自愿在房子车子上 只写了小鱼的名字 婚后的存款 也由小鱼掌管 我明白你为什么不离婚了 你看 那不是这样子 他慕宿街头啊 不是这样子 如果 他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情 来跟我离婚的话 我绝对也是敬身出户 我不会要一分钱 因为毕竟女人 跟我在一起了 也付出了 我也不想 就是让他那个 是个男人 是个男人啊 这后来就变成开头那样 几个导师一唱一和的 纷纷劝小乔离婚 认为小乔就是对小鱼太好了 才会让小鱼有恥无恐乱发脾气 可能怀着身孕 确实会导致情绪会不好 但小鱼这种 就是故意去折腾丈夫婆婆 本来对婆婆是不错的 哎 怀孕之后对婆婆不好了 不讲道理 这个百度上没有这么写 我也没有对他妈怎么样呀 那妈妈可是哭着走的呀 老公对你这么好 吃点都不行 没有说不能看着吃的 那个老公也不能吃 这些症状都没有啊 你这不是运气综合症 你是借故发威呢 这后来吧 小乔又再一次的向小鱼求复合 趁他真的跟那个女生没什么 他已经把那个女生的微信删了 要是还不放心 他可以换电话号码 他现在只想跟小鱼好好过日子 一起期待孩子的降生 可能是导师的话起了作用 又或者是小乔的真心打动了小鱼 小鱼最终选择了原谅小乔 然后两人牵手离开了舞台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